Hello 又是我Sally 上個星期我看了一部動畫電影 叫做《Look Back 墨然回首》 就是講兩位很喜歡畫畫的女生 踏上她們的創作之路 這部電影我最欣賞就是她們的情感表達 會看到你很驚訝 和你會代入在裡面很投入 如果你都喜歡小品的話 可能你都會喜歡的 不說那麼多了 馬上開始今期葉畫 Sony 最新推出了兩款4K雷射投影機 分別是Bravia Projeta Knight 和Bravia Projeta 8 Bravia Projeta Knight的風值亮度 可以高達3400流明 而Bravia Projeta 8的就有2700流明 兩款投影機都用上Z Phosphor 4K雷射光源 並且支援HDMI 2.1功能 支持4K 120fps顯示 還有12ms低延遲模式 亦都搭載了Sony最新的XR處理器 支援XR Dynamic Tone Mapping XR Deep Black XR Trinuminous Pro 和XR Clear Image等功能 Bravia Projeta Knight 和Bravia Projeta 8的官方定價 分別是$31,999 和$15,999美金 TCL早前在柏林IFA2024展示了全新旗艦電視 Mini LED LCD 4K電視X11H 這款電視用了薄邊框設計 內置Google TV系統 有98吋和85吋兩個型號選擇 98吋型號擁有14,112個空光分區 提供高達6,500mits的風直亮度 新電視採用VA面板 支援最高4K 144Hz 和全高清240Hz的輸出 搭載HDMI 2.1和VRR技術 HDL方面支援Dolby Fission IQ HDR 10+, HLG等顯示 還聯同BNO開發6.2.2升度Dolby Atmos系統 擁有增強對話模式 和Biosonic音效提升技術 具體價格和推出日期還未公佈 近日藍牙技術聯盟宣布正式推出 新一代Bluetooth 6.0無線技術 關鍵提升就是Bluetooth Channel Sounding 可以為用家提供真正的距離感知功能 定位可以正確到尼米級別 而第二項重點提升就是 Decision Based Advertising Filtering 主要改善了的就是廣播信息負載量 實現無線資料傳輸 而第三項更新就是Monitoring Advertisers 這一項更新可以幫到應用程式開發人員 加強使用者介面和整體體驗 同時亦都可以減少音訊延遲 和藍牙連接靈活性的改進等等 相信很快就會有設備去採用這一項技術 又玩開音樂的朋友 相信對Sony的耳機都不陌生了 經常可以在錄音室 或者音樂節目上看到他們的身影 最近他們就發佈了 全新的封閉式專業鑑聽耳機 MDR M1 這一款耳機 針對音樂創作進行設計 以呈現錄音室內的聲音為目標 配合獨特研發的驅動單元 可以在不同情況下 準確地呈現完整的頻譜 加上封閉式的聲殼結構 有助消除環境噪音 這樣就可以更加仔細地調整 和監控每一粒音符 而舒適的耳墊設計 可以令到長時間進行製作的用家 更加專注在音樂上 9月18日就開始正式發售 售價就是港幣1990元 如果在17日之前預訂的話 還有多三個月的額外原廠保養 近來網上流出了兩款Sony電話的圓形機 可以見到圓形機的設計 和Sony現有的Xperia系列有很大分別 除了雙鏡頭的位置沒有太大變化之外 機身輪廓變得更加方正 四直角由圓潤的設計改成直角 背蓋連接邊框位置有少少弧度 連旁邊電源音量按鈕的位置都不一樣 不知道今次流出的原型機 會是Xperia系列的大改版 還是未來會推出的全新手機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有傳Samsung會在今年內 推出Galaxy Z Fold的特別版 從流出的相片和資料中 就可以得知今次機身 比Z Fold 6更加薄 接起來的時候 厚度只有10.6mm 打開的話就只有4.9mm 螢幕分別是8吋和6.5吋 機身方面用了一個較為圓角的扁平框架 背面同樣是三鏡頭設計 不過相機倒就沒那麼圓了 右邊有一個鎖定按鈕兼指紋掃描位置 上面就是音量按鈕 據傳Galaxy Z Fold特別版 只會在中國和韓國發售 不過具體的發售日期和售價 就還未有消息 Vivo剛剛就推出全新V40 5G電話 是V系列首次搭載賽斯專業鏡頭 所有鏡頭都配備極高拍攝像素 還內置了7種經典賽斯鏡頭風格 不同風格的柔和虛化效果 可以在不同場景突顯人像 加上最新星級的3D AI柔光人像系統 可以透過智慧式溫調節功能 令到拍攝對象和環境更加融為一體 還有AI刷除功能修復背景 配備了5500mAh的南海電池 就算不斷拍照也不用擔心很快沒有電 顏色方面就分別有塗色和銀灰兩種顏色 售價就是港幣4298元 ELEC推出了兩款Fairly 2.0系列的新喇叭 VBS 404.2和VFS 408.2 VBS 404.2是二路分音輸解喇叭 採用反射式低音設計 配備一個180mm ASXR 追形單元 頻率範圍就是由38Hz到50kHz 而VFS 408.2就是2.5路分音座地喇叭 配備兩個180mm ASXR 追形單元 頻率範圍就是由28Hz到50kHz 兩款喇叭的雙體式面都是斜面設計 頂部和端子用了鋁質物料 低頻排氣孔是玻璃纖維製成 而新的Jet-6 AMT空氣金屬膜高音單元 能夠提升高音的延伸表現 VBS 404.2輸架喇叭 和VFS 408.2 座地喇叭的建議零售價 都是3499美元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喜歡的話記得Share給朋友看 還有劉多點言 我全部都會看完的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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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